有的時候你必須要嚇嚇這些人 他們才會乖乖待在家 但是有長期跟著我粉絲業的朋友們都知道 我很少很少使用恐嚇式的訴求 來規勸大家做健康生活 趕快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大家平安 我是黃聰寧醫師 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當中 我做了一系列的影片 其中有一支專門在講謠言 一下就有觀眾留言他說 黃醫師啊 我知道你的初衷 是想要安慰大家 可是恐嚇一下不是很好嗎 就把這些年輕人到處趴趴走 嚇一下 嚇得他關在自己家裡面 才不會出來害人啊 你其實不需要做這些影片 當然我覺得這些觀眾講得很有道理 因為有的時候你必須要嚇嚇這些人 他們才會乖乖待在家 但是有長期跟著我粉絲業的朋友們都知道 我很少很少使用恐嚇式的訴求 來規勸大家做健康生活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什麼叫做恐嚇訴求的策略 英文叫做 Threat Appeal 或者叫 Fear Appeal 所謂的 Threat Appeal Fear Appeal 就是政府或是醫生 他希望你過一個健康生活的時候 他用恐怖的案例來嚇你 比如說我們去買香菸 就會發現上面有肺癌的照片啊 或者是有那個煙垂下來 你就知道會得什麼病啊 這類就是恐嚇式的訴求最好的例子 又比如說我們當政府希望 大家趕快去打流感疫苗的時候 他就三不五次報 今天哪裡又死了一個 明天又哪裡又死了一個 你看了你看了你就去打疫苗了 所以恐嚇式的訴求策略 在公共衛生的確是有部分效果的 但恐嚇訴求一定有他的盲點 不然大家應該都不抽煙了 顯然還是有人買了煙 他就不看那個圖片照樣抽煙 顯然就是不管政府怎麼樣說 今天又死了幾粒 明天又死了幾粒 他就是不打流感疫苗 所以到底哪些人 對於這種恐嚇訴求策略是有效的 哪一些人又沒有效呢 以這個新冠病毒的疫情為例 當一個危機發生的時候 我們這個社會上會普遍出現 四種個性的人 你可以看看你是哪一種 第一種叫做社群主義者 communitarian 這一類的人他說 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 所以人人都應該守規矩 那那個不守規矩呢 就理當失去他的自由 比如說你如果爬爬罩 你手機就應該被鎖起來 你如果不戴口罩 你就應該被抓起來關起來 然後我們那個攝影機 什麼都應該放多一點 這個是社群主義者的心態 那第二種人叫做自然主義者 英文叫做 egalitarian 或叫平等主義者 也是當疫情來或是危機來的時候 他心裡想的是 哎呀我們應該要跟這個世界和平共處 人與人之間 人與動物之間 人與環境之間 我們就是破壞了這個平衡 才會導致現在這個災難 我們要回到更平衡的一個生活型態 這類的族群在我們身邊應該有很多 第三種人叫做個人主義者 你光從這個名字就知道他根本不甩別人 然後所以疫情跟我無關 我愛幹嘛就幹嘛 第四種人叫做權威主義者 叫hierarchism 他認為政府應該負全責 所以如果你今天政府跟我說不能出國 OK 我就不出國 你沒有跟我說不能出去玩 我就出去玩 你沒有跟我說不戴口罩要罰錢 我就不戴口罩 所以他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但是他對於事實的真貌 他沒有特別的興趣 剛才四種人你是哪一種人 研究也發現後面兩種人 在疫情或危機發生的時候 他們是永遠都最慢進入狀況的人 因為一些人太自私 一些人是太相信權威 所以他們對於事實的本相 他們永遠都是知識最落後的那一群人 回到我們剛才恐嚇式訴求的話題 你就會發現恐嚇式訴求對於剛才後面兩種人 效果感覺特別的差 舉例來講 美國疫情都已經這麼嚴重了 但他們大學生春節來臨 照樣去佛羅里達狂歡 訪問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些大學生說 我早就已經準備好我的春假要怎麼過了 外面發生什麼事情不關我的事 我就要做我自己 所以恐嚇式訴求對他們有沒有用 沒有用 另外一個恐嚇式訴求失敗的例子就是伊波拉 你可以看到伊波拉疫情當初在非洲的時候 很多國家會氾濫 就是因為這些人民被恐嚇慣了 恐嚇太久之後他們不相信這些權威講的話了 所以當醫生說你們要進去醫院治療 他們就攻擊醫生 然後進去醫院把他們的親人從裡面救出來 說那個就是那些美國人要把你們害死 在裡面做人體實驗 他們根本完全不相信這些媒體權威跟他說 這些是很恐怖的疾病 完全不相信 這也是另外一個恐嚇式訴求失敗的案例 所以恐嚇式訴求不能一體適用 並不是所有人看到這些恐怖的話題 他就會心生警惕而去做健康的生活 美國普渡大學在2006年就曾經做過一個很棒的研究 他說我們這個恐懼式訴求的策略 其實希望帶出一個好的結果 就是信心大於恐懼 當你的信心大於恐懼的時候 你的信心就會後來行動 那你就會戴口罩出門 你就不會怕怕髒 這是一個我們希望得到好的結果 但是有一些不好的結果是我們要避免的 比如說命運思維 我們恐嚇他 恐嚇他 恐嚇他 最後他的命運思維就是 唉呀這種病喔 是基因啦 會得就會得 會死就是會死 不會就是不會 我就是不會的那種啦 另外一個叫絕望的思維 相反就是 人人都會一死啊 我不要不是病死就是餓死 我怎麼做都沒有用 我乾脆躺在家等死好了 絕望思維 第三種叫 錯誤期待思維 就是 好可怕啊 我趕快去買維他命啊 我趕快去買營養品啊 我趕快去囤貨啊 他的錯誤的期待 認為做了這件事情 就可以拯救他的性命 那這三種行為 其實背後都代表的是 絕望啊 沮喪啊 憤怒啊等等的情緒 所以普渡大學這個研究 他想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去避免 這些人產生這種命運思維 絕望思維 而希望他走向一個好的結果 他找了274名大學生 針對皮膚癌這個議題 想要讓這些學生知道說 我們要擦防曬乳液 才可以避免皮膚癌喔 他分了兩組人 一組人我們給他高度的恐嚇式的訴求 給他看很恐怖的皮膚癌照片 然後跟他說你如果不擦防曬油 你就會變這樣 那另外一組呢 他就比較溫和一點 就是給他一些數據 擦防曬油的人 皮膚癌機率比較低啊 這些數據 跟他軟性的訴求 好 那接下來一個月呢 他就讓這些學生自由的生活 看看他們在經過這樣的一個衛教之後 有沒有改變 他們對於這個曬太陽的生活的習慣 一個月後 研究者就請這些大學生回來 然後出個考題 誒 考你們囉 你們對皮膚癌的了解到哪裡 然後就發現有五個階段 這五個階段分別是 無知期 思考期 準備期 行動期 跟維持期 你從這個字面上你就知道 這五種人一開始是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漸漸說 你講的蠻有道理的喔 第三個就是 那我去買個防曬油好了 第四個就是 我真的出門的時候會擦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我不能半途而廢啊 不能擦三天 然後曬兩天啊 所以我就是維持這樣的生活習慣 很長一段時間 研究結果發現 高度的恐懼訴求 就是當初給他看那個恐怖的 皮膚癌的照片 這一群人 如果他是屬於無知期 或者是思考期 就是前面兩個階段的 這些學生 很容易被打入落水狗 他們很容易就會 因為沮喪 因為絕望 而變成 剛才提到的這種 命運思維啊 或是絕望思維 或是錯誤期待思維啊 然後並沒有真正做 該做的事情 就是差防曬如意 那反而是後面這三個期 比如說已經進入到準備期 行動期 甚至本來就已經有 差防曬如意習慣的人 欸 他反而對於這恐懼訴求呢 有加成的效果 所以看到我之前經營的這個 新冠病毒的麻瓜克 其實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把這一群無知期 跟思考期的人 往後面這階段趕 因為如果我們讓他 一直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況 那麼恐嚇式的訴求 只會讓他們的生活 越來越沒有自信 所以知緩愛 是我在疫情當中 不斷強調的精神 但是知 就是知識就是力量 這永遠都是防疫的第一步 我希望藉由知識的傳達 或鼓勵性的言語 可以讓他們有所謂的我能感 我了解對抗疫情的方法 而且我相信我做得到 而且我做到之後 我就可以戰勝我原來的恐懼 這才是我們在恐嚇式訴求中 希望達到的目標 而當媒體當中充斥了恐嚇式訴求 卻很少人來經營這塊 知識傳達跟知識建立的過程當中 我決定來扮演這個角色 美國賓州大學 就曾經針對這種恐懼訴求的策略 做了類似的研究 他就發現 當一個人有我能感的時候 再給他恐懼式訴求 他的行為就會明顯地改變 但是如果沒有給他我能感 你恐嚇前恐嚇後 他的行為是一模一樣的 這麼多研究都告訴我們 其實知識的建立跟恐嚇訴求 是要搭配一起進行的 今天我講的這些內容 其實都屬於一個叫做 危機溝通Risk Communication的範疇 你看我們頻道水準多高啊 全台灣沒有一個YouTuber在講 Risk Communication 但這就是我們政府每天在做的事情 過去的危機發生的時候 沒有什麼溝通 就是皇帝一聲令下 大家就照做 但是21世紀這樣做是行不通的 所以現在政府在面對危機的時候 都要做好這個所謂的Risk Communication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政府要做好六件事情 第一個 傳達危機 比如說每天開記者會啊 第二個 鼓勵正確行為 教大家戴口罩啊 洗手啊 第三個 建立信任感 比如說我們現在很信任陳時中部長 他成功的建立我們對他的信任感跟合作感 第四個是建立對話機制 比如說1922的專線啊 第五個是知識的傳達 我們的機關署有很多這個衛教的檔案 第六個是安撫民眾的情緒 那我覺得我能扮演的角色 就是把這個危機的溝通裡面 後面三件事情做得更好一點 比如說我們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在我粉絲網留言 那麼我就會藉由大家的問題 再做更多新的影片 安撫大家的情緒 就是我過去這麼多年來 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我希望我帶出來的信息 不管是文字或是影片或聲音 都是給你安慰跟力量 另外知識的傳達就像現在 各位看完這些影片 或是之前你們上了麻瓜課 對於這個疫情 對這個病毒更了解 你就更有自信 戰勝你的恐懼 最後我也邀請大家 在影片下面留言 跟大家分享你的我能感是什麼 也就是面對疫情 你能做到的事情是什麼 我能每天出門戴上口罩 我能每天做好洗手 我能每天關心我們正在居家隔離 居家簡易的親朋好友 我能面對老人的時候 面對長輩的時候 我跟他說我每天跟你視訊 我們盡量減少面對面接觸 你能做什麼 其實很多很多 在下面 讓大家看看你的我能感 戰勝恐懼 化為行動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也歡迎你分享出去 給更多人知道 當然不要忘記了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下次再見囉 掰掰